朋友们,2024年4月4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历代至上 25、26、27、28、29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历代至上第25章 大卫和侍奉团队的重顶秀 分派雅萨、西曼以及耶杜顿的子孙唱歌 以弹琴、鼓舍、敲薄、伴奏 他们共执的人数如下 亚萨的儿子萨克、约瑟、尼探亚、亚萨尼拉 亚萨的儿子都在亚萨的指导下 尊王的指示唱歌 属耶杜顿 耶杜顿的儿子季大利、西利、耶塞亚、四美、哈萨比亚、马他提亚 共六人都在他们父亲耶杜顿的指导下唱歌 以弹琴伴奏、称谢、颂赞、耶和华 属西曼、西曼的儿子是布吉亚、马探亚、乌靴、西布叶、耶利默、哈拉尼亚、哈拉尼亚、哈拉尼、以利亚他、基大尼提、罗曼提、以谢、约斯比加沙、马罗提、何提、马哈秀 这些都是西曼的儿子 西曼奉神之命做王的仙剑 吹脚颂赞 神赐给西曼十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他们都在父亲的指导下 在耶和华的殿唱歌 以敲驳、弹琴、鼓舍伴奏 尊崇王的指示 在神的殿里侍奉 亚萨、耶杜顿、西曼 他们和他们的弟兄 学习颂赞耶和华 精通者的数目共有二百八十八人 这些人无论大小 为师的、为徒的 都一同抽签分了半次 抽签的时候 第一签抽到的是亚萨的儿子约瑟 第二是基大利 他和他兄弟以及儿子共十二人 第三是萨克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四是伊喜利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五是尼泰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六是布基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七是耶沙尼拉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八是耶塞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九是马炭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十二人 第十是四美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一是亚萨烈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二是哈萨比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三是苏巴耶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四是马他提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五是燕利墨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六是哈萨尼亚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七是约斯比加萨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八是哈萨尼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十九是马罗提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二十是以尼亚他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二十一是和提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二十二是基大利提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二十三是马哈秀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第二十四是罗曼提 以谢 他儿子和他兄弟共12人 历代字上第二十六章 门口所谓的班子如下 可拉族伊比亚萨的子孙中 有可立的儿子 米斯尼米亚 米斯尼米亚的长子是萨加利亚 四子是耶迭 三子是西巴蒂亚 四子是耶提涅 五子是以兰 六子是约哈兰 七子是以匿约赖 额别以东的长子是士玛亚 四子是约萨伯 三子是约亚 四子是萨加 五子是拿旦叶 六子是亚米尼 七子是以撒加 八子是屁屋逆太 因为神赐福给额别以东 他的儿子士玛亚 生了几个儿子 都是大人的勇士 管理父亲的家 士玛亚的儿子是额德尼 逆法义 俄贝德 以逆沙巴 以逆沙巴的兄弟 以逆户和西玛加是能人 这些都是额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以及兄弟都是善于办事的能人 数额别以东的共六十二人 米斯利米亚的儿子和兄弟都是能人 共十八人 米拉尼子孙中的和萨有几个儿子 为首的是森利 他原不是长子 是他父亲立他为首的 四子是希勒家 三子是底巴尼亚 四子是撒加尼亚 和萨的儿子和兄弟共十三人 这些是门口守卫的班次 各随他们的班长 与他们的兄弟一同 在耶和华店里按班共职 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父系抽签 分手各门 挑到东门的是四利米亚 他的儿子撒加尼亚是精明的谋士 抽到北门 额别以东守栏门 他的儿子守仓库 苏聘与和萨守西门在靠近沙利基门 通往上去的街道上 守卫与守卫相对 东门有六个逆位人 北门每日有四人 南门每日有四人 库房有两人轮流替换 至于走廊 在西面街道上有四人 在走廊上有两人 以上是可拉子孙和米拉尼子孙 门口守卫的班次 另位人中有亚西亚管理神殿的库房 和圣物的库房 拉旦子孙中 格顺族属拉旦 做主长的是格顺族属拉旦的耶西伊利 耶西伊利的儿子西坦 和他兄弟约尔管理耶和华殿的库房 岸南人 以撒哈人 西伯伦人 乌薛人 也有职务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西布叶管理库房 还有他的弟兄 以利一谢 以利一谢的儿子 尼哈比亚 尼哈比亚的儿子 耶塞亚 耶塞亚的儿子 约南 约南的儿子 西基利 西基利的儿子 斯洛密 这斯洛密和他的兄弟 管理一切库房的圣物 就是大卫王和众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 以及军官所分别为圣之物 他们把打仗时夺取的一些财物分别为圣 用来修造耶和华的殿 凡撒末尔先见 基士的儿子扫罗 尼尔的儿子 雅尼尔 西路亚的儿子 约雅 分别为圣的 一切分别为圣之物 都归斯洛密和他的兄弟掌管 以色哈人有基拉尼亚和他众儿子 做官长和审判官 管理以色列对外的事物 西伯伦人有哈萨比亚和他弟兄 1700人 都是能人 在约旦河西监督以色列人 办理耶和华的一切工作和王的事物 西伯伦人中有耶尼亚做主长 大卫做王第40年 在各族各家从事寻访 在基列的雅谢 从这族中发现大人的勇士 耶尼亚的弟兄有2700人 都是能人 又是族长 大卫王派他们在 旅辩人 迦德人 马来西半支派中 管理神和王的一切事物 历代字上27章 以色列人的族长 千夫长 百夫长和官长 都分配班制 每班二万四千人 整年按月轮流出入 按班制服侍王 正月第一班的班长 是萨巴蒂叶的儿子 亚硕班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他是法勒斯的后裔 同管正月军队所有的官长 二月的班长是亚和亚人 朵代 他的班由总长密基罗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三月第三班的班长 是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 比拉雅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这比拉雅 是那三十人中的勇士 管理那三十人 他班内又有他儿子 暗米撒拔 四月第四班的班长 是约亚的兄弟 亚撒黑 接续他的是他儿子 西巴蒂亚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五月第五班的班长 是伊斯拉人 三合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六月第六班的班长 是提哥亚人 一级的儿子 以拉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七月第七班的班长 是以法联族 比伦人 西利斯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八月第八班的班长 是谢拉族 护杀人 西比该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九月第九班的班长 是汴亚敏族 亚拉图人 雅比义谢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月第十班的班长 是谢拉族 尼陀法人 马哈赖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 是以法联族 彼拉顿人 彼拉雅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 是俄陀列族 尼陀法人 黑带 他班内有二万四千人 管理以色列 众之派的如下 管旅辩人的是 西七利的儿子 以尼险 管西缅人的是 马家的儿子 是法提亚 管逆位的是 基摩利的儿子 哈萨比亚 管亚伦子孙的是 撒都 管尤大的是 大卫的一个哥哥 以尼户 管以色加的是 米加勒的儿子 安利 管西伯伦的是 俄巴蒂亚的儿子 伊斯玛雅 管拿弗塔利的是 亚斯利的儿子 耶利摩 管以法连的是 阿萨西亚的儿子 何西亚 管马来西伯支派的是 辟大亚的儿子 约尔 管基列帝 马来西伯支派的是 撒加利亚的儿子 伊多 管贝亚敏的是 雅尼亚的儿子 亚西叶 管弹的是 耶罗汉的儿子 亚撒列 以上是 以色列众支派的领袖 以色列人 二十岁以下的 大卫没有记齐树木 因耶和华 成应许 必加征 以色列人 如天上的心 那样多 西伯雅的儿子 约雅 开始数点 却还没有数完 为了这事 列路 临到 以色列 数点的树木 也没有写在 大卫王记上 管理王的库房的是 雅迭的儿子 雅斯玛威 管理田野 城镇 村庄 堡垒 之仓库的 是乌西亚的儿子 约拉丹 管理耕田 种地的 是积虑的儿子 以色列 管理葡萄园 的是 拉玛人 四梅 管理葡萄园 酒窍的是 石浮 米人 萨巴蒂 管理谢菲拉 橄榄树 和桑树的是 基底利人 巴勒 哈兰 管理油库 的是 约阿斯 管理沙伦 木放牛群的是 沙伦人 斯提赖 管理山谷 牧养牛群的是 雅蒂赖的儿子 莎法 管理诺托群的是 以色玛利人 阿比勒 管理驴群的是 米伦人 耶斯底亚 管理羊群的是 夏甲人 雅西 这些都是为 大卫王管理产业的领袖 大卫的叔父 约拉丹 做谋士 这人有智慧 又做书记 哈摩尼的儿子 耶西 陪伴王的众儿子 亚西多福 做王的谋士 雅基人 护塞 做王的顾问 亚西多福之后 有比拉雅的儿子 耶和耶大 以及 雅比亚他 接续他 约亚 做王的元帅 历代至上 二十八章 大卫召集以色列 所有的领袖 各支派的领袖 轮班服侍 王的官长 千夫长 百夫长 掌管王和王子 一切产业深处的 宫廷官员 勇士 和所有大人的勇士 都到耶路撒冷来 大卫王站起来 说 我的弟兄 我的百姓啊 请听我说 我心里本想建造 殿余 安放 耶和华的约柜 作为我们神的脚凳 并且 我已经预备了建造的材料 只是神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 殿余 因你是战士 流了人的血 然而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在我父的全家 拣选我做 以色列的王 直到永远 因他拣选 犹大为领袖 在犹大家中 拣选我父家 在我父家的众儿子里 喜悦我 立我做全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 赐我许多儿子 在我儿子中 拣选我儿子 所罗门 做耶和华 国度的王位 自立以色列 耶和华对我说 你儿子 所罗门 必建造 我的殿 和愿语 因为我拣选 他做我的子 我也 必做 他的父 他若 很久 遵行 我的诫命 典章 如今日一样 我就必坚定 他的国 直到永远 现今 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在耶和华的会中 在我们神的垂听下 你们勿要遵行 并寻求耶和华 你们神的一切诫命 如此 你们就可以承受 这美地 并留给你们的子孙 永远为业 我儿所罗门 你当认识 耶和华 你父的神 全心乐意地 侍奉他 因为耶和华 见察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事意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现在你当谨慎 因耶和华 拣选你 建造殿宇 作为圣所 你当钢墙去坐 大卫指示 他儿子 所罗门 有关殿的走廊 屋子 库房 楼房 内殿 和柜盖之处的样式 被您感动 所得的一切样式 耶和华店的院子 作为一切的房屋 神殿的库房 和圣物库房 祭司 和逆卫人的班次 耶和华店里 各样侍奉的工作 耶和华店里 一切侍奉用的器皿 以及各样侍奉 所用精气的重量 和各样侍奉 所用银气的重量 金灯台和金灯的重量 按每一个灯台和灯的重量 银灯台和银灯的重量 按每一个灯台和灯的重量 都按照每一个灯台的用途 每张供饼桌子的金子重量 和银桌子的银子重量 纯金的肉叉子 盘子和壶的重量 金碗按每个金碗的重量 和银碗按每个银碗的重量 纯金相谈的重量 金基路伯坐车的样式 基路伯张开翅膀 遮盖耶和华的约柜 大卫说 这一切所有工作的样式 是耶和华用手写的文件 使我明白的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 你当刚强壮胆去做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耶和华神 我的神与你同在 他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 看哪 有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 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物 要有擅长做各样事物的人 乐意在各样工作上帮助你 并且领袖和众百姓 也都听从你的一切命令 历代至上第29章 大卫王对全会众说 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 还年幼脆弱 但这功臣浩大 因这殿不是为人 而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 还有红玛老 可镶嵌的宝石 彩石 各样的宝石和许多大礼石 此外 因我爱慕我神的殿 在预备建造圣殿的一切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 献给我神的殿 就是三千他连得额匪金子 七千他连得纯银 用来贴垫的墙 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并借工匠的手做一切的工 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于是众组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 千夫长 百夫长 以及监管王工作的官长 都乐意奉献 他们为神殿的工程 献上五千他连得 又一万达尼克金子 一万他连得银子 一万八千他连得铜 十万他连得铁 凡有宝石的 都送入耶和华殿的库房 由格顺人耶歇的手管理 因这些人全心乐意献给耶和华 百姓就欢喜 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大卫在全会众眼前称颂耶和华 大卫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我们的父 你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永远远 耶和华尊大 能力 荣耀 胜利 威严都是你的 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你的 耶和华国度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手 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 你也自你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你的手使人尊大强盛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我算什么 我的百姓算什么 竟然能够如此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的手 得来的献给你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女 是寄居的 与我们的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 如影子 没有盼望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 要为你的圣民建造电雨 都是从你的手而来 都是属你的 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查验人心 喜悦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 乐意献上这一切 现在我欢喜 见你的百姓 在此乐意奉献给你 耶和华 我们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使你的百姓 心中长存 这样的心思意念 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又求你是我儿子 所罗门 全心遵守你的命令 法度 律例 成就 这一切的事 用我所预备的建造电雨 大卫对全会众说 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的神 于是全会众称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低头向耶和华和王下拜 次日 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凡祭 献一千头公牛 一千只公棉羊 一千只羔羊 以及铜线的交酒祭 并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 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 大大欢乐 他们再次逆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做王 高他归耶和华做君王 又高萨都做祭司 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王位上 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 他万事横通 全以色列都听从他 众领袖和勇士 以及大卫王的众儿子 都顺服所罗门王 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非常尊大 赐他君王的威严 胜过他以前任何一位以色列王 耶稀的儿子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 他做以色列王的时期 共四十年 在西伯伦做王七年 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 他死的时候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享尽荣华富贵 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 大卫王自始至终的事迹 看啊 都写在《撒姆尔先见》的书上 《拉丹先知》的书上 和《迦德先见》的书上 包括他治国的一切 和他英勇的事迹 以及他和以色列与世上列国所经历的事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继续再见